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文艺 文化之名畅谈收获图 故宫博物院院长善继祥故宫大数据作为故宫的看门人 故宫博物院院长善继祥在2018年可谓王党不易乐乎在收获2018的录制现场 他通过自己制作的14页PPT用一组组大数据为我们复盘了故宫的2018 186万 余建文物需要保养需要修复 6200建家具将逐步开放参观 故宫开放的面积从过去的30%能够达到80% 全年观众数量破1700万 养心殿将于2020年6月30日竣工一组组破口而出的数字背后 是故宫人对职责的坚守以及对文化传承和文化创新的信心 这位生理年龄65岁 心理年龄26岁的看门人觉得即将年马600岁的故宫正青春 而我们的故宫 大家的故宫需要所有人一起传承 保护 分享 将故宫的青春延续到下一个600年图现场剧的图图现场剧照图 从传奇到现实主义最美的青春 是2018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热播的电视剧之一 无论是担任监制 总编剧的郭敬宇主演刘志阳对生活真切的表达 还是在对赛喊霸故事真实的融入与解读 都是现实主义创作的优秀成果 擅长传奇剧导演郭敬宇把现实主义题材的最美的青春 当成自己二次创业的起点 而年轻演员刘志阳和他的小伙伴们 用赛喊霸精神演绎了赛喊霸的故事 书写了一场脚踏实地的现实主义传奇 同样2018年在中国文艺志愿者协会的组织下 许多文艺工作者出现在大江南北的普通群众中间 歌唱家音秀美和老戏鼓李永健们 再也不仅是景品上的传奇 而是让人民群众看得见的大活人扎根生活 体验生活 从来都是艺术创作最重要的方式 只有活在人民群众中间 文化艺术才会真正的活力四射 歌声中的寻根之旅 远远有长寻根之与雷家民族民间歌曲专场音乐会 在2018年火遍了大江南北 歌唱家雷家博士用了十几年的时间 将冷门鸣歌演绎成了当下的爆款 要像保护自己的生命一样 保护自己的文化 这是我的一份责任 雷家现场用不同的方言 演一个地鸣歌 这个湖南籍的歌唱家 收获了最不同的掌声与敬意 一封温暖的回信 2018年8月30日 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央美术学院八位老教授回信 在信中总书记勉励美玉工作者 要继续发扬爱国魏明虫的上意的优良传统 以大爱之心欲深深学子 以大美之议会传世之度 收获2018的现场著名油画家张建俊先生 著名美术评论家邵大珍先生 和中央美术学院院长范迪安一起分享这份沉甸甸的收获 将改革进行到底2018年 是不平凡的一年 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的重要纪念 改革开放的丰硕成果 也在文化艺术领域 展现了与众不同的魅力节目现场 北京电影学院教授马金武 中国舞蹈家协会主席冯双白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员冯远正 南高音歌唱家莫华伦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与伍 无从不同的角度建筑 他们对于改革开放40年的观察 马石图 尚长荣 冯继才 蒋文立 阿莱 毕书敏 朗朗 吴维山 田信信 月红 林超贤 王沛宇等艺术家 文艺工作者 也都通过外拍的方式 畅谈了自己的2018收获和展物 改革的步伐从未停止 2018年不仅是对改革开放40年隆重的纪念 更是在各个领域深化改革 取得巨大收获的一年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的李子萌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的郑兰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夺广的段纯 也来到节目的现场 子萌和郑兰现场合作 播报了一条新闻 现场版的新闻联播和新闻和报纸摘要 融合在了一起 三台合一的传播什么演绎的 我和2035有个约唱响了中国之声 时代之音 这些变化和故事 这些激情澎湃的感慨 都谱写成时代精彩的乐章 新时代的艺术家 文艺工作者将以人民为中心 去感受生活 社会 国家的进步与变化 用深入生活 扎根人民的现实主义创作观和创作态度 去验证文化自信的无限活力 共同书写开阔未来的新篇章 文马宁